李教授 曾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个月的工资领取 平时买理财产品都要去哪里 从1998年到现在 已经默默相互陪伴了17年 2015年9月 贴在学校公告栏的一则 农行网点转型公告 吸引了李教授的目光 公告提到 门口的农行西南财大分离处 将转型为轻型之行 会有全新的格局和服务模式 替代相办了17年的老服务模式 这多少会让李教授觉得有些不解 陪伴财大光华校区师生 17年的农行西南财大分离处 近年来随着光华校区师生 逐步外迁至新校区 门口道路改建 造成停车不变等原因 网点经营陷入了困境 通过经营模式转型 寻找突破 走出困境 已迫在眉睫 省市分行各级领导 及相关部门 多次到西南财大 现场调研后决定 分离处转型为轻型之行的工作 在2015年7月正式启动 发挥互联网家思维 通过农行微网点平台的自媒体宣传 走进校园 组织学生参加理财 投资 创业 外汇 电子银行 等系列主题活动 为了解开像李教授一样 习惯了老模式服务的 财大老师们心中的疙瘩 轻型之行的工作人员 走出网点 走进老师们的身边 详细介绍 转型后的服务内容 服务模式 解答老师们提出的各种疑问 未有需求的老师 提供上门服务 2015年10月 相伴17年的农航网点 以崭新的面貌 迎接着师生们的到来 网点人员从9人 精简至4人 温馨的特色服务区里 有咖啡香茶 和各类书籍相伴 同学们经常来自开展 微沙龙活动 智能体验区 可以用平板电脑 和银行电子设备 查询各类信息 公众教育区 有您想了解的各种内容 办理业务 可以使用超级柜台 还可以在衣柜 与工作人员面对面资讯 取现金 可以在充分保护您 隐私的自助服务区进行 优质的服务 迎来了优异的成绩 截至2016年9月30日 西南财大在支行存款余额 4亿元左右 处于稳定发展 学校的存贷款业务份额占比 从2014年的30%左右 提升到目前的40%左右 累计为学生办理银行卡 1万余张 赶收 代扣学费 在2亿元左右 并独家为西南财大 提供公务卡结算 办理公务卡 3000余张 为学校上线了电子账单 B2C 电子生物平台 现金管理平台 实现了农航现金管理系统 与学校ERP软件的对接 如今的成都西南财大 清醒支行 更像一个校园便利店 环境温馨 服务丰富 继续耕耘着美丽校园 播种精彩未来 财大光派下去 退休的老资本比较多 以前这边跟普通的那种银行都差不多 这么多年 感觉农航的服务质量 服务太多 中的还是比较好的 服务真的不错 然后他们对人都很亲和 农航和网点有新的改造 感觉变化都挺大的 除了这边可以办理银行的一些业务以外 这个网点经常举办一些炒股啊 还有沙龙活动 而且员工会老肉平餐 付出星期五的老师 蔡达的退休 老师进行上门服务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我希望这个网点越办越好 首先感谢农航采达网点 这么多年来对于我们的支持和配合 希望在接下来 能够农航能够配合我们 在信息化方面给予我们更强大的助力 帮助我们更快更平稳地 扩大我们也有两个提升稳当的优势 给我们学生拿来更好的体验 还有一些感受啊 希望财到晚点 在接在立 为学校的老师跟学生做好更好的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